可若是吞噬了夜晨的生机之后 君老这辈子可能都不用再去猎杀其他乾坤境存在了 甚至有可能让他的巫妖之躯突破智库 令其实力再进一步也不是没有机会 像夜晨生机这般强大的存在 整个域外恐怕都找不出几个 也就是说这几乎是君老提升实力改变自己处境的唯一机会了 换作是谁都会心动 若是夜晨如今还拥有继续站下去的可能 君老也许还会考虑一下 可最重要的是夜晨现在已经彻底重伤 失去了抵抗能力了不是吗 即便在吞噬过程之中自在天被毁又如何 如今的夜晨和玄寒玉有机会击杀他吗 没有 根本没有 所以他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只要吞噬了夜晨的生机 别说是毁了一个自在天 即便毁了十个都是值得的 自在天可以再练 可像夜晨这样找遍整个域外 恐怕都找不到另一个生机以及生命本源 都如此逆天的存在了 当即君老露出一个扭曲的笑容道 时日又怎样 时日又怎样 小子 身体内血脉之中蕴含的强大生命力竟是真的朝着君老的掌心勇去 君老浑身一颤 血眸之中浮现狂喜之色 这生命力的效果比他预想的还要好上无数倍啊 那一身干瘪的血肉 在这生命力的滋润之下 都隐隐地充盈起来 甚至恢复了一丝血色 成了 真的成了 君老面旁上浮现无比激动神色 才吸收了一丝丝就有这样的效果 若是将夜晨整个人吸干的话 他也许真的能进阶成为更强大的巫妖 实力大尽吧 夜晨却是神色淡然地看着君老 开口道 现在不杀我 你会后悔的 后悔 君老闻言 无比讥讽地笑道 小子 到现在还要逞强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 就是好奇 我倒是想看看 你要怎么让我后悔 在君老看来 夜晨不过是在嘴硬而已 这小子无非就是不想让自己得到好处 所以才要装 好逼着自己对他下杀手 君老反而更加坚定了夜晨已经毫无翻盘机会的想法 更加肆无忌惮地吞噬起夜晨的生命力来 即便此刻天妖神索已经断裂 君老都没有注意 他现在想的就是吞噬吞噬 再吞噬 和夜晨的生命力比起来 其他的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 就在这时 又是一道无暇见光轰击在大地之上 整片荒芜大地发出一声悲鸣 而后轰然爆碎 自在天终于在玄寒玉的攻击下 破碎到了无法存在于现世的地步 众人再次回到那山林之中 不过君老却是面带冷笑 一副无所谓的神色 自在天破碎了又如何 此刻玄寒玉的力量也已经消耗殆尽 身躯近乎化为了透明 别说是出手了 连维持住自己的身影都已经十分勉强 他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现在他要做的只不过是将夜晨吸干 然后再杀了林如天 就这么简单 而林如天与玄寒玉 此刻似乎都已经陷入了绝望之中 夜晨原本是在自在天破碎后 战胜君老的唯一机会 可现在夜晨这样的状态 别说是战斗了 连抵抗君老的吞噬 他都做不到啊 可就在这时 夜晨因为失去生机 逐渐黯淡的双眸 却是骤然爆闪出一阵刺目神芒 君老见状神色一变 按在夜晨头顶的手掌 都是微微一颤 难道这小子还有什么后手 就在他犹豫着 是否要暂时停止吞噬之时 一道神魂波动 骤然自夜晨没心处激荡而出 夜晨凝视着君老冷冷的 是魂通天 原本还有些警惕 甚至担忧的君老 在感受到这股神魂波动之时 却是笑了 无比讥讽地笑了 君老不懈地瞥了一眼夜晨 他还以为这小废物要施展什么手段呢 就这 这神魂攻击 在他与夜晨的战斗之中 已经不知承受了多少次了 可到现在 连他的神魂防御都未突破 这不过就是这小子的垂死挣扎 也太可笑了吧 君老的神色瞬间平静了下来 那只手稳稳地按在夜晨头顶 丝毫没有抵挡之意 以视魂通天凝聚出的黑色漩涡 瞬间笼罩在了君老的头顶之上 原本看到夜晨的状态 提起了一丝希望的林如天 却是再次面如死灰 这魂祭 他已经见过夜晨对君老施展了不知多少次了 可丝毫效果没有 现在使用又有何用 即便君老失去了自在天的加持 实力下降 这魂祭也完完全全不足以秒杀君老的 甚至连伤都无法伤到 夜晨现在施展出来 又能改变得了什么呢 但原本满面寒霜的玄寒玉 在夜晨施展着视魂通天的瞬间 翘脸之上 却是浮现一抹不可思议的神色 他似乎无比难以置信地喃喃道 斩魂剑 就在此刻那黑色漩涡之中 一道通体透明 似真似幻的神念之剑 骤然斩下 狠狠轰向君老的石海之中 就在这神念之剑 斩入石海的瞬间 君老面上的不屑之色 瞬间凝固 下一刻 一声极为凄厉的尖叫 自君老口中爆发而出 轰隆一声 大量黑色的血液 宛若喷泉一般 从君老的蹊跷之中 狂涌而出 原本无比渴望夜晨 生命力的君老 现在却是再也顾不得 进行吞噬了 他双手抱着头颅 跌跌撞撞地 朝着身后退去 夜晨从地上站起身来 默然地看了君老一眼 淡淡道 我已经说了 你会后悔 如今的君老听到这句话 别说是反驳了 连话都说不出来 从他口中发出的 只有惨叫 无尽的惨叫 他的尸海 在那神念之剑 斩入的瞬间 便已经彻底崩溃 而其神魂 更是仿佛被万剑 穿刺一般 千疮百孔 无比无比的痛苦 君老此时 仿佛身处在一处 由利剑形成的地狱之中 每一秒 都像是一亿年 那么长久 他所承受的 便是这无尽的折磨 一个呼吸之后 君老后退的脚步 骤然一顿 其四肢 微微地抽搐了几下 而后那颗巫妖化之后 无比丑陋的头颅 轰然爆碎 这具无头的尸体 缓缓倒下 那名强大无比的存在 就这么死在了 叶辰的手中 与此同时 林如天手中的 细命血液 也终于耗尽了灵力 咔嚓一声 化为粉碎 可对此 林如天 确实丝毫没有在意 只是目瞪口呆地 看着叶辰 刚才发生了什么 这一切 太无法理解了吧 即便是已经被叶辰 震撼过无数次的 林如天 依然有些接受不了 叶辰杀了君老 还是使用神念攻击 而且看君老的死状 对着神魂之剑的一击 丝毫抵抗之力都没有 能够秒杀君老 这种存在的神魂攻击 究竟强大到了何种地步 光是想想 林如天就感觉 自己开始颤抖了 叶辰看着君老的无头尸体 目光微闪 他用来秒杀君老的 正是气势绝境之中 那神秘存在赠予他的斩魂剑 实力提升之后 叶辰更加能够体会 这斩魂剑究竟有多么强大 甚至连一般的乾坤境存在的神魂 都能瞬间泯灭 而那名神秘人之所以只是说 斩魂剑能够灭杀一切 没有突破到乾坤境的存在 原因应该在于自在天 乾坤境武者身处自在天之中时 是极为难以灭杀的存在 即便施展这斩魂剑 恐怕也是如此 这也是为什么 叶辰即便到了最后 也没有解开天妖绳索 让玄寒玉一定要击破自在天的原因 叶辰缓缓走到君老的尸体之前 手一挥将其主物袋射入手中 其身为乾坤境存在 自然拥有不少好东西 而后叶辰看向了君老胸口处的 那枚诡异符文 目光微闪 将这些像眼珠的符文 从其胸口挖了出来 这时 玄寒玉身形一闪 出现在叶辰身前 翘脸之上 带着一次复杂之色地对他问道 叶辰 你刚才施展的可是斩魂剑 叶辰微微一愣 玄仙子也知道这斩魂剑 他点点头道 不错 玄仙子可识得此剑 玄寒玉文言眉头微醋道 我 我也不知道 只是下意识地认为 那就是斩魂剑 而且 这斩魂剑的气息也无比熟悉 可是 叶辰文言目光一闪 难道那气势绝境之中的男子 与玄寒玉有什么关系 他问道 可是什么 玄寒玉 玄寒玉 翘脸之上浮现一丝迷惘之色 摇了摇头道 可是我的脑海之中 似乎有一段记忆被封印了 怎么也想不起来 关于这斩魂剑之事的 叶辰神色一动 将其在气势绝境之中的遭遇 与玄寒玉说了 可玄寒玉却是叹息了一声 明明叶辰所说的一切 都给了他一种极为熟悉的感觉 可最后却什么也想不起来 两人只得暂且按捺下心中的疑问 叶辰看向还是一副 呆滞神色的林如天 微微一笑道 林公子 看来你的行程得耽误一天了 等我的伤势恢复才出发吧 如今 叶辰对于林如天还是颇有好感 毕竟即便到了最后 叶辰似乎已经完全没有翻盘机会的时刻 林如天依然全力催动着那细命血液 压制着君老的实力 而不是逃跑 啊 林如天闻言这才回过神来 他看向叶辰面露苦笑道 无妨 我们身处疑心幻影大阵之中 大哥的人已是半会儿 找不到我们的位置